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房是南本南坡上最贵的豪宅 555 Ivor Street 我们去偷窥一下 我们小声一点 我来看 偷窥一下 走 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Hodoken 哇塞 你们在干嘛呢 你看 你叫谁啊这是 我是人家人还花见花开的人 我来参与你们一下 Michael 你们今天怎么在这开会呢 今天正好我们上周这个盘刚拿到手里边 然后跟队友们一起来参观参观这个房子 让大家都了解了解这个南本的第一号宅 南本南坡第一号宅 应该是南坡第一号宅 目前从价格以及面积来讲 没问题 刚才那你来之前那我跟大家讲一讲 分享一下这个房子结构 几个房间 没事 这个不重要 我今天来是搞事情来的 我开始出脑筋机转玩了 请停题 第一题 这个房是哪年盖的 217年 这么快 加十分 再停题 这个房子几房几位 六房七位 六房七位 优秀 因为专业所以才拖延 把嘴闭着 下一道题 这个房子面朝哪边 坐北朝南 是不是 整个房子都朝南面 朝洋面 整个房子都朝洋面 都朝南面 根据我的理解 刚才小道消息告诉我 所有卧室朝南面 如果全朝南面 我们没有北面了 这厕房朝北 厕房朝北 好 下道题 这个地有多大 里边有多大 快速抢答 谁来 第一是6120尺 房子是3665尺 你说的对吗 对 确定 Michael啊 这房得多少钱呢 这个房子 你看你能给多少钱呢 让我押金 哎呀我觉得100万200万 肯定是不会卖给我的 哈哈哈 400万400万也不会卖给你的 哈哈哈 那你要多少钱 只要你要 只要我有 那我敬我所能敬我所有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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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问了这么多问题了 那我能不能看看这个房子呀 OK 某问题 走 我们去看看吧 走 走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客厅的位置 全屋呢 带公条 有地热 那边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彩色火炉 看着电视 看着窗外的景色 真的是好惬意 要值得一提咯 买房 也许可以送按摩椅 哈哈哈 这边呢 我们来到了这个厨房的区域 先说一下这个倒台 这个倒台真的是非常宽敞 我觉得会有两米宽 对 但是做个饭呢 做个面食包个饺子什么的 非常非常实用 而且要说一下 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储藏空间 先从这边说起 全套米勒的电梯 这边是微波炉 烤箱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米勒的这个酒柜 哇 里边好多酒啊 然后到这边这个水池子非常有意思 它的独具向心的设计呢 给你一个可以滑动的这个菜板 你切完菜之后呢 不用的东西一下丢到水池里 然后用碎果机碎掉就可以了 然后你看这边依然非常非常多的柜子 这个储藏空间简直是极致 上边我觉得上边这个 一般人可能够不到 我一米八二我如果站在这边有点勉强 可能需要一个小梯子 然后呢这边呢是一套米勒的电的这个灶头 加一个非常强悍力量非常强的抽烟机 哇真的是好棒 然后这边是一个双开门的冰箱 依然可以把Costco带回家 走到这边呢是我们的餐厅 咦你在这干嘛呢 我在等吃饭呢 你给我做点饭呢 没问题没问题来 做饭就在这边 这边呢还有一个中厨 进来之后呢 这边依然是一个冰箱 可以放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然后呢左边是水池 下面在碎果机 终点来了 这是一台非常非常非常大功率的抽烟机 看这个造型 应该像那种中央厨房那种超大功率的 然后是米勒的五个点火圈的这个灶头 炒菜一定很香 你知道吧 我一直呢都有一个厨师梦 我觉得不会做饭的厨子 不是好功率 从中厨出来之后呢 这边是一个会客厅 这边的景我觉得更好 这边呢是东南角 你看有两面菜瓜 非常非常明亮 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火炉 跟朋友在这聊聊天 喝喝酒 非常非常惬意 我们继续走 然后这边呢还有一个非常宽敞明亮的书房 哇这个书房我觉得它的跳高 只有11尺或12尺非常非常宽敞 咦这边还有一台小钢琴 咦这边还有一台小钢琴 开玩笑 我是不会弹 如果谁弹得好 愿意教我 请联系我 这边还有一台小钢琴 这边呢有一个半位Powder Room 非常漂亮 这种浮空的导台设计 非常容易清洁 卫生无死角 厉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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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大家应该见过那个车 如果踢到后面的保险 它门被开 我眼前是一个科乐的智能马桶 我们来试一试 一探究竟它会不会自己开 太哇塞了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高端了 知道吗 如果你有便利 痔疮 一定要买一个包之百病 就这样被你征服 我是彻底的被这个科乐的智能马桶 征服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去二楼看一看 跟我走 这个楼梯间的水晶灯 给这房子又添加了一些现代的气息 这个屋顶真的好够 好了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二楼 这个设计非常非常好 完全的动静分离 因为所有的卧室全部在楼上 楼上一共有四个卧室 对 然后这个房子还有一点非常独具健身的设计 这个位置在二楼有一个小小的迷你厅 早上起了之后可以坐在这 喝喝咖啡 看看新闻 读读报纸 太棒了 大家跟我来 现在我们来到了主卧 好宽敞 真的是好宽敞 来来来 进来又惊喜 进来又惊喜 这个房子 真的是好美 这边我们冲的是南面 然后是Richmond 还可以看到飞沙河的合景 真的很漂亮 这阳台也超大 我觉得这都有一百尺的阳台 站在这边看看景色 温哥华真的是好美 我们现在又回到了主卧 这个床我目测是King size 非常宽敞 楼上九尺跳高 后面还做了软包 软包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吸收噪音让你的房间更安静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卫生间 我们现在来到卫生间 卫生间真的很宽敞 而且很明亮 左边还有一扇大窗 真的很漂亮 然后这是一个浴房 这个瓷砖真的非常漂亮 非常大气 然后上面有Rain Shower 洗澡的时候像下雨一样 然后门关上之后 这边有个控制器 打开之后我们就可以洗蒸汽浴了 瞬间移动 散散 我又从浴房来到的浴盆 这个也是浴霸 这还可以拿来冲冲洗洗 看着喝酒泡个澡 喝着的红酒 生活不过如此 还有一个非常细节的东西 跟大家说一下 不管是地砖还是墙砖 中间都采用了这种金色的沟缝 非常漂亮 高端大气上档次 我们从非常美丽奢华的卫生间出来之后 左手边是我们的衣橱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 非常宽敞的walking closet 可以挂非常非常多的衣服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抽屉 这些柜子能帮你打好了 可以放非常多 非常适用 我觉得这是女士们的必备男士的高配 出来之后 我们来到了其他的三间房 对 看到他每一间房的大小 都可以放下pink size的床 重点要说一下 这三间房跟主卧一样 也都是套房 而且这个房子 你有没有发现 四个房间全部朝南 都是游景 非常棒 好了楼上看完了 我们现在去地下室看一看 走着 好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地下室了 这又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部分了 卡拉OK 这沙发坐的也是很舒服 不仅有卡拉OK 还有麻将桌 现在我坐在这 现在不是三缺一 现在是一缺三 想打牌的来找我 我是谁呢 我就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 车见车载车海豹台的温哥华 地下产经济泰地 我们下期见 拜拜